中文字幕 李宗盛 是怎麼去求 那我知道他請的是一個非常兇悍的 一個很厲害的小孩子 據說他 我事後是 我跟他是因為那時候我在打工 在餐廳打工 然後後來我離開 他離開 結果兩三年之後 我接到他媽媽給我一通電話 然後說他發瘋了 我說怎麼可能 他才把整個故事講給我聽 他說後來他離開那家公司 他認識了一個男孩子 這個男孩子長得非常英俊小小 也非常有錢 然後他想要挽留住這個男孩子 因為這個男孩子 很多女孩子在追他 結果他就是在那個時候 就到處求神問福的 所以人家就問到一個人 就是說專門在供奉養小鬼 然後呢 有很多種方法 剛剛老師你講的是其中一種 有的是直接拿那個小孩子的那個靈 從胎兒 你應該知道我說的 對這個胎兒那個小 對 然後就曬乾以後 就是在那供奉的 那我是 突然他媽媽跟我說的是 從他在模糊糊糊當中的時候 說的說出來是 他們是做出了一個人形 雕出一個小孩子的形狀 把那個小孩子的骨盔 是直接塞到裡面去 然後封住 然後直接做做法 他們倆當初是經營酒店 我不知道他們覺得是 什麼樣的願望 因為當我在看到他的時候 他已經發瘋了 他的酒店是台北 非常非常有名的酒店 我不方便講名字 但是現在已經倒了 而且這男的已經負在上億 我的朋友也發瘋了 因為他們在最風光的時候 然後的確有所求 有所應 那你怎麼知道 他發瘋是跟小鬼有關呢 是他母親告訴我的 而且後來那個男孩子 有來跟我分面 有講到說是因為這個關係嗎 對 他們常常就是 因為要陪客人喝酒 有的時候他們會忘了 就是說 該餵他的時候沒有餵他 你該遵守一些諾言的時候 你沒有去做到的時候 他會先有一些徵兆 他會讓你先生病 會讓你先知道 我在生氣了 接著下來就大鬧 在家裡大鬧 再來就是 直接就是侵害你 進入到你的這個 對 那我那個朋友的男朋友 他是比較聰明型的 他馬上就跟著女孩子 斷了關係 他馬上躲到那個寺廟去修佛去了 就留下我這個朋友 單獨住在那個別墅裡面 跟著小孩子在鬥 那他是被他媽媽接回去的 因為在他那時候他 我相信可能是他們家應該 在祖上有得 他突然間打了一張電話回家 媽媽我在什麼地方 你快來救我 因為在這中間 他跟那個男孩子在一起的時候 他完全沒有回家 他等於是離家出走 跟家人也失去了聯絡 他媽媽真的到這個地方 的時候他嚇壞了 因為整個房子大亂 只留下他女兒一個人 然後割碗割碗 然後摔得亂七八糟的 那他媽媽就覺得很不可思議 找那男人算帳 那人後來也出面 我也跟他碰面 我就問他 你告訴我你們到底怎麼做的 他說其實他們當中 真的是有養小鬼 我說你為什麼要逃掉 你為什麼要放他一個人在那 他說不是 那男孩子後來針對 那小孩針對我來的 因為他們養的是男嬰 對 他說你不可以這樣 因為那個女孩子到現在為止 是被他媽媽關在頂樓 的一個鐵皮屋裡面 他常常去撞牆 現在還在 還在 他還活著 撞牆 還沒有好 真的你說請過來要送走 因為太兇了 然後這男的現在 他們得到報應了 的確 男的富在上億 現在到處在躲 老師那像這種東西 有沒有辦法解決 那難道他一輩子就很瘋 我想這種要解決是很難的 老師我必須要講的是 很難的 因為當初在鬧的這個時候 這個女生在發瘋的情緒當中 他把那個小孩子 零 那個目標 丟出去了 他找不到 就算有師父要來幫他解決 都沒有辦法 這兩子結大耶 對 因為人在一個極度恐懼的時候 他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他就把他給扔了 問他他什麼事情都不知道 你問他在哪裡 他就家裡 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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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裡哪裡 沒有啊 大家幫忙找 沒有啊 老師這真的滿好的話 這個沒有辦法解決 這個問題很大 基本上來講的話 就是說他 當然 可能就是他們之間的事業 感情都起了變化 也有關聯 他不完全是養這個小鬼 不完全養小鬼的關係 那還有呢 他長期跟父母失去聯絡 那他所賺的錢 他所過的日子呢 他覺得都是很虛滑的生活 那在他內心其實是很空虛的 這個是產生他在這個 生理效應裡面 他會產生比較極大的抗拒力 比如說 尤其是那個男的走了以後 我相信給他的精神壓力更大 這個是他在精神觀能上面 精神觀能上面 他會出現一種恐慌症 因為呢 一個女人呢 再強悍再能幹 他沒有辦法 這個日夜 住在一個別墅裡面 面對著一個他養的小鬼 對 實際上來講 他的精神 精神面的產生 是跟他自己這樣子 他的工作 他的生活 他的生活 有絕大多數的關聯 跟養小鬼沒有什麼關聯 沒有養小鬼也有關聯 因為那個小鬼 是他每天必須面對的 這個就是兩者 加在身上 這個加速在他身上的壓力 他本來一層壓力已經夠大 然後再加上一層恐懼的壓力 兩者恐懼的壓力 加在身上的時候 後來那男生他跟我講說 他之所以逃跑的原因是 因為他覺得很恐怖 晚上睡覺睡到一半 突然燈就亮了 然後 那兩個人是同一個房子上 彈起來 不給他們睡覺 然後盤子會飛 這真的是這樣的事情發生 所以那男孩子才會 嚇到恐慌的逃跑對不對 所以他產生的幻象 其實有部分是幻象 沒有啦 老師 我剛才的問題是說 這個小鬼跟這個問題 我跟他解決嗎 沒有辦法解決 沒有辦法解決 因為他的精神壓力 已經讓他精神崩潰破裂 沒有辦法 好 那今天我們討論非常的熱烈 但是我們還有另外一位來賓 還沒有講他的回呼聲 就是譚香榮 譚先生 差點把他忘了 差點把他忘記了 聽你們這樣講我都已經下婚了 他講不出來了 那我現在 那我現在 你的故事比較簡單 當然這個女孩就 好像有異樣的眼光看著我說 十二點半多了 你來叫我幹什麼 他說你不會是 有什麼想法吧 所以用這種方式來騙我 我說 你看我這個樣子很像嗎 很壞耶 其實他進去裡面的房間裡面 兩位小姐裡面的時候 臉沒有鐵性色相 可能是你 可能是你 好 那今天我們討論非常的熱烈 但是我們還有另外一位來賓 還沒有講他的回呼聲 就是譚香榮 譚先生 差點把他忘了 差點把他忘記了 聽你們這樣講我都已經下婚了 他講不出來了 那我現在 那我現在 那我現在的故事比較簡單 謝謝… 那我這故事是我親身所經驗的 那在十幾年前的時候呢 我帶著一個旅行團呢 到泰國去旅遊 我因為待遇比較好一點 所以我一個人住一個房間 那天晚上呢 我跟其中兩個女團員呢 他們在告訴我有關金鋼筋的事 我覺得蠻有興趣的 談了大概一會兒之後 我就回到房間裡頭 酥酥洗洗 我就去就寢睡覺 房間很大 有點像類似總統套房吧 有點像跑來跑去啊 還好 是要跑來跑去 是我一個人 那房間呢 它除了這個 有兩張單人床以外 那邊是一個很大的客廳 我自己洗好衣服 我就把那個衣服 曬在那個沙發上面 那這兩張單人床呢 我就先睡右邊這個床 四點半就開始睡 可是怎麼睡我就覺得 好像怪怪的 那我想說 是不是可能我妨礙到什麼東西了 我說那這樣好 我睡到左邊的床去 所以又換了一張床 我就換到左邊的床 左邊床呢 怎麼睡我就覺得 還是不舒服 最後我想說 這樣好不好 如果我 對 我都沒有辦法讓這些朋友們 放心的話 我就睡在這兩張床的中間 所以呢 那天我 等一下等一下 那你那個時候就知道 有朋友在裡面 在做怪 其實也不是說有朋友在裡面 只是說 對我是覺得說 好像老聽朋友們在那邊講 就是說 我們如果說到旅館裡頭進去 我們必須什麼 先跟他們說 對不起 來搭交你們了 我住幾天我就馬上就走 不會妨礙你們 一般我們出國旅遊 好像大家都會有這種做法 那我想說 朋友們常常跟我 尊尊教誨 那我說 我也試試看這麼一次 所以那天晚上 我就睡到這兩張床的中間 那睡的時候呢 比較妙的一點就是 我這個地方前面 睡的地方 我眼睛看著前面是個客廳 我衣服曬呢 為什麼曬在那邊呢 因為那個冷氣孔 是往那個方向走 所以我很肯定的就是說 那個風應該不會向我 這個方向吹來 那我就睡下去 睡下去了之後呢 我就總是覺得不安心 心臟一直跳 一直跳 我以往呢 出國的次數非常的多 但沒有像這一次呢 讓我感覺到 心驚膽跳的 然後又偶爾聽到 這個廁所裡 會有一些 那種聲音 這種聲音 更增加了我 那種心驚膽跳 那過了不久以後呢 大概是我記得 是十二點半左右 從來我就覺得 一股冷的那種氣流很強 跟這個 李格剛所提到的 那位那個 親戚是一樣的 他慢慢地從我兩隻腳趾 開始 上 上 剛開始我覺得 應該不會是這種東西 因為可能是冷氣 它也許有一個循環作用 可是他慢慢上 上 上到我膝蓋 大腿 哇 我那個人整個 那時候快崩潰了 你知道嗎 而且房間裡頭就我一個人 我還喊不出來 我那時候只有一個想法 怎麼辦 打電話給誰呢 已經十二點半了 也不好意思打擾其他團員 我那時候這個念頭 逃 所以呢 我拿了那個衣服呢 啪 沒開我就衝出去 因為我是穿內衣褲睡覺的 跑到門口一看 走廊啊 空蕩蕩的沒有一個人 我心裡頭真的是發慌啊 那時候我就想到 剛剛我跟那個 兩個女團員在談金剛筋的事 我去找他們吧 所以趕發正好在我的下一層樓 啪啪啪啪我就順著樓梯就找下去了 找到他們的房間 我就拼命地敲門 一直敲一直敲一直敲 李凡元被我嚇壞了 他們想說怎麼有一個魯男子啊 十二點半多了 去敲他們呢 去敲得這麼急啊 我怎麼這麼猴急呢 那可是當時在我的想法 我只希望有個人 趕快給我碰個面 我看到人 因為我從這個事情 美人就英雄了 也許是英雄難過美人 那當時我最後一個想法 就是碰到一個人 趕快讓我碰到一個人 所以我就拼命地敲 一直敲一直敲 最後呢他們出來了 那當然這個女孩就 好像有異樣的眼光看著我說 十二點半多了 你來敲門幹什麼 幾斤折衝了之後 然後 他就說好 那你先進來做 慢慢講 他把門一關起來以後 他就做了一些動作 因為當時我是心驚肉跳的時候 人發慌了 所以他做了什麼事情 我是不曉得 後來呢 他最後跟我講 會這樣子吧 又什麼事情你跟我講 我就把剛剛所發生的事情呢 就是從頭呢 就很快地就跟他講了一遍 他說你不會是有什麼想法吧 所以用這種方式來騙我 我說 你看我這個樣子 像嗎 你沒有鐵青 對 他說如果所有男孩都像你這樣的話 那沐翰哥不要睡覺了 其實他進去裡面的房間裡面 兩個小姐裡面的時候 臉沒有鐵青 色相這樣 沒有鐵青 可能是你 然後呢 這個 那個其中有一個女孩子 因為我跟他談 金剛筋談的比較多一點 他說這樣子吧 我們這個房間也是兩個單人床嘛 那你就睡那個床 那我們兩個女孩就睡這個床 我說好 然後呢 我就睡到那個床 可是我睡到那個床呢 因為可能受到驚嚇過度 就在那床上 怎麼睡我都睡不著 最後我還是跟那兩個女孩講 我還是睡兩張床中間 會覺得比較安心一點 所以呢 我又移尊救駕 就移到這個床底下 我就還是睡兩張床中間 可是呢 因為可能 而且那女孩子她後來告訴我說 你手 你心裡頭一定要唸 因為她當時告訴我八個字 現在我真的忘了 我還想不起來 她說你就一直唸一直唸 唸到你入所有唷一直 我那時候是 的確是一直唸這八個字 但是是唸到天亮 因為我睡不著覺 眼睛一直睜著 期望著白天來臨 救治主到 所以當時呢 我就一大早起來了以後呢 我就 跟這個女孩子講說 我要回房間去拿東西 我不要再住那個房間了 那當天早上呢 這個我們就去旅遊 那泰國的風光是很隱匿的 可是呢 那天我整個人呢 全身不對勁 然後呢 我就跟當地的這個導遊講 我說 我有一口氣喘不過來 那導遊說怎麼回事 我又把昨天發生事情 又跟她講了一遍 她說你不要騙我 她說我幹導遊 快要二十年了 我從來沒有問過這事 而且她也不相信 可是我怎麼跟她講呢 她就似乎覺得這是無稽之談 那到了將近中午的時候啊 我就跟她講 我快喘不過氣來了 我還 而且在她面前表現的 就是那種喘不過氣來的樣子 她當時那個導遊看 真的好像 而且我臉色都已經變白了 她看情況不對 她馬上就過了一輛計程車 蹦就送我到一家診所裡頭去 那當然這是泰國人的診所了 她馬上就跟那醫生講講講 也覺得也 我想大概也是把我這個經過的情況 跟那醫師講了一次 那過了幾十分鐘 醫生就叫我進去看一下 我也不曉得醫生是做法 還是給我看病 反正到後來看完了以後 他們醫生拿了一包藥給我 我說你現在就吃吧 我就拿了一吃 真是妙欸 我一吃完了以後呢 我就覺得 這精神就來了 而且對 氣也通了 我還一直跟這個 這個導遊講 我能不能再多給我兩包 我說這個藥這麼好 我回去拿給朋友吃吃看 他說不行 他說醫生就祝福說 就給你吃這一包 吃下去馬上就好了 等到我好了以後回去 又跟整個團員碰面了 第二天晚上呢 我就去又去找那女團員 我就跟她講說 我昨天晚上實在很抱歉 我不是故意讓你們花容失色 我也沒有那種歹心 最重要的是 我昨天晚上真的嚇到 後來呢 這個跟我談 金剛才談了比較久的 這個女孩子 她就跟我講說 其實你不用講 你昨天晚上敲門 我一開門的時候 我就感覺到有異樣 然後她說 我進到他們的房間裡頭 速度是很快 可是在他們眼裡 我就好像是電影 在拍慢動作一樣 那種失魂落魄的 那種感覺慢慢走 事實上我的動作是很快 可是在他們眼裡 我就好像那種飄忽的感覺 進到房間 坐到椅子 然後精神很恍惚的 就跟他們講了一堆 亂七八糟的事情 那女孩子一看到我這個情況 因為她說她 吃災念佛念了二十年 所以說她那種心靈感應 非常的強 所以她當場呢 就在我在敘述的時候 一邊敘述 她就一邊就做了一些擺事 我們都曉得台灣人出國旅遊的時候 都會帶一些什麼蜜娜啦 玉啦 天珠啦 凡是你能夠想到能夠避邪的東西 我想台灣人出國旅遊 都絕對缺 不會缺乏這種東西 所以她說 她一聽完我的故事的時候呢 她就已經把它佈置好了 而且呢 把金剛筋也搬出來了 所以呢 她就一直在旁邊幫我 一直念金剛筋 一直念念了 這個時候她就告訴我說 在她念的時候呢 她就感覺到 她們的房間門外有 兩個男的一個女的 就雞雞雞雞雞一直在講話 一直講一直講一直講 那我就問她說 她們講的你聽得懂嗎 她說很抱歉 她們講的可能是泰國語 所以她完全聽不懂她們講什麼 但她知道門口就有三個人 那她們一直想衝進來 可是因為她在裡頭 大概稍微佈置了一下呢 她們就不敢硬衝進來 那所以從這個故事以後呢 我一回到台灣 我跟我朋友講了以後 我們朋友沒有人相信 為什麼 她們總覺得說 我這個故事是不是自己編出來的 而且回去了以後 我人還蠻好的 從那次以後啊 事實上 我還去過泰國好幾次 那去了泰國好幾次以後呢 我常常的就被 被拉拉腳啦 有時候好像 無緣故就被人家翻個身啦 我覺得那個 也就極為常了 對 這個東西還要相當有力 因為你看我身材這麼大一個 她翻我還不太容易嘛 是吧 她就稍微 我就總覺得有人拉我腳 翻我身 讓我感覺到很不舒服 所以後來 她要幫你按摩了 我很喜歡這個泰式按摩 所以 曾經經過這麼幾次了以後呢 後來我就乾脆就 以後再也不去泰國了 聽完了這個精彩的鬼故事之後 我們要開始進入我們的 下面一個單元 就是天網揮揮之樓蘭公主 樓蘭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你好 我是樓蘭 像我們大家常常看那個西洋影集 那在西洋影集有一些就是調查局 他們發現的就是發生一個命案 發生命案或者是刑案之後 因為找不到那個 因為兇手 就是當時有目擊者看到那個兇手 可是兇手跑掉了 又沒有任何資料 這時候我們大家看到一台電腦 各式各樣說 你就問目擊者說 這個人眼睛是什麼樣子 這個畫家 可是呢 因為他常常接一些刑案命案 就常常跟警察去打交道 他就是當一個案子發生的時候 有目擊者 可是沒有兇手的時候 就請他來畫 畫這些壞人啊歹徒啊 這些人的樣子 那會不會有一種臉就是說 它是比較標準的犯人臉呢 那像我們 因為他這位畫家 這位李先生 他有十幾年的經驗 我們就請他畫了一張標準的壞人臉 看看現在壞人到底是什麼樣子 各位看一看有沒有像我們的主持人 還好沒有想像 我們龍哥帥多了 不過有點像順子啊 四方臉 不過我覺得其實這種臉啊 我們常常會在一些比較特殊的行業 可能會看到 對 沒錯 我們說工人 確定的 我們有講這個長的 像老師覺得這種臉是比較是 比較 在相學上來講的話 我們應該這樣解釋 你看長得漂亮的女孩子 長得漂亮的男孩子 比較不容易犯那種刑案 不可能的 情殺案會的 刑案不太可能 對 比如說情殺案就是因為感情不順啊 我頭你一刀 我殺你一刀 這是有可能的 但是呢 雙殺案的這個基本壞人的臉型 它是這個下顎特別突出 然後眉毛 眉毛就是有這樣子 有點那種胸像的眉毛 你看它這個是屬於那種胸像 然後眼睛是倒三角形 要不然就是有一點零角形的 然後鼻子的這個法令紋旁邊 法令紋是特別的深 然後嘴唇 那你沒有你長得很帥 嘴唇 你看它的嘴唇 它的這個樣子 都是往下面比較 往上揚的 因為不知道是眼角什麼的往下 對 往下的比較會有這種 就像有點像是那個 看起來 就看起來很討人厭的這樣 不過我想請問樓蘭 就是 當然我們這個畫像 可能就是說可以把眼睛鼻子畫出來 但你有沒有感覺到 就是說在你採訪的一些刑案當中 那些犯人會不會 讓你一碰到他 你就感覺出來他有一些什麼樣的 譬如說可能有殺氣或什麼 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因為很多時候壞人士的就是在外面是一條龍 被抓到的時候都是一條蟲 那我常常接觸都是他們被抓到的時刻 對 所以在我看的時候 很威的 在我看到的時候他們都是乖乖的那個樣子 因為警察都在旁邊 那像這個畫家這個目擊者畫家 他畫的這個人像都破案嗎 畫出來的人都抓到嗎 畫出來的人都會容易破案 有些破案 但是總比沒有這些圖形好 對啊 當然 他有一些是就是警方就說 等他抓到胸前的時候 比對象發現蠻像的 那如果說他破案了 被抓了這個人 然後知道之後這個畫家是畫我 我才被抓的 所以他會不會有什麼怨氣 然後找這個人 他就是很擔心這一點 所以他不太願意曝光 就是這個原因 那現在因為他這個畫家 像他這種行業也是非常非常特殊的 跟警方聯絡的 所以在這個目擊者畫家 他有沒有一些很奇怪的 特殊的一些領域的經驗呢 我們今天就請來看看這段VCR 好 我們一起來看看 圖案刑犯啊 你有沒有覺得他們的臉 特別有哪些比較明顯的特質 壞人 他是不會寫在臉上的 這個地方 而且眉毛比較粗曠 你還要說他這個後面寬一點 比較寬一點 比較寬一點 比較視角 跟你的臉有點像 我覺得有時候會有 什麼樣感應 就是說有時候 你如果說跟他沒有畫得很像的話 有時候做夢會夢到說 他跟你指點說 那你需要修飾一下 掌握線索是刑案發生之後 最急切的工作之一 而目擊者畫家 就是幫助警方 把嫌犯的相貌 透過抽象的描述 轉變為具象的圖案 從目擊者 所敘述出來的 由老師來幫我們畫出來的 會比較喘神一點 這個歹徒啊 嫌犯啊 你有沒有覺得他們的臉 特別有哪些 比較明顯的特質 壞人 他是不會寫在臉上的 有沒有說像 比如說人家說 總統的面相 比如說這個 眉心啊 什麼要三尺啊 有沒有類似像這種 可以整理歸納出來的 真的 真的 人不可冒像 人不可冒像 人的確是不可冒像 因此目擊者畫家 必須絕對不厭其煩地描繪 並且修改 才有可能最正確地畫出 凶嫌的模樣 如果嫌疑犯本身 比較沒有特徵 目擊者他就比較沒有很 很準確性的描述出來 這一點就是會比較 他講的模擬兩可 我表現也 他比如說 對方比較沒什麼特徵 表現出來就 就比較沒辦法抓得住 最好是說 三天以內就能夠說 叫老師出來畫這樣 你有沒有接過一些 很奇怪的Case 然後讓你 就是除了在 幫警方畫一些 目擊者所看到的一些東西之外 你有沒有接過一些奇怪的一些Case 有 就說有一群陰陽眼的 就說他們有 有看到這方面靈異現象的 那找我去畫 那就說 就是大部分都是畫出那種 比較屬於很恐怖的那種長相這樣子 像比如說有一般日本的女鬼 像比如說 也有一些像比如說 以前的武將 什麼什麼 什麼年代的那種武將 還有什麼一些什麼八仙 那那些畫 就是你畫完了那些靈異的那些畫 後來呢 到哪去 後來他們就也是自己帶回去了 那我們就說在坐電梯之前 就是說 故意 停留三秒鐘 讓那些靈界的人也可以跟我們一起 坐電梯 對 一起走這樣 那等於也是尊重他們的一些一些權利 有沒有感覺到那些靈界朋友跟你一塊搭電梯出去 有沒有感覺 我覺得有 你覺得有啊 一般我們到電梯裡面都是說 如果人多的話可能會比較有一些熱度嘛 但是總覺得那一個時刻好像是 那個熱度好像沒了 好像是有點像 冰冷氣還還還還還冰冷一點這樣子 冰冷氣還要冷 涼酥酥的感覺 除了冰冷的靈界朋友之外 這位目擊者畫家 也曾在他畫祖先照時 有所靈異感應 那你幫人家畫祖先畫 有沒有什麼特殊的感應呢 我覺得有時候會有 什麼樣的感應 就是說有時候 你如果說跟他 沒有畫得很像的話 有時候做夢會 會夢到說 他跟你指點說 那你需要修飾一下 那你通常幫警方畫一張這個 收多少錢 差不多三千五 三千五 這個是比一般的畫照片 現場人像難度比較高 因為這是憑空想像的 所以說沒有相當的一些經驗的話 可能比較沒辦法傳達出來 顴骨方面 有稍微比較突出一點 這個眉毛方面 跟比較接近這個 中間這個地方 而且眉毛比較粗曠 還有說他這個 後面這個地方 比較寬一點 並角地方 比較四角一點 這個骨頭的地方 比較寬一點 比較四角 跟你的臉有點像 所以我就最怕說 換到最後是我自己 所以這個世界上還是有一些 這個很神奇的人 可以幫我們抓到犯人 對 那我們這個 講到這個 我們也接近延伸 對 今天非常精彩 大家討論得非常的熱烈 對 所以我們要來謝謝我們現場 所有的來賓朋友 一人朋友 謝謝大家 也謝謝沈龍給我這次的機會 也謝謝龍哥 謝謝今天主持人非常的好 我們希望各位觀眾朋友 能夠下禮拜同一個時間 繼續收看我們的鬼話連篇 再見